我们把报告的兵力 特别是来自这个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 把工作人员按照他的职业给他分类 卖水产 卖牛羊肉 卖蔬菜 卖杂货 我们按照这样一分类的话呢 我们发现卖水产这一类的感染的人数 相比较其他的要多 其次是牛羊肉 再次是其他 从这个数量来看 我们把发病时间按照不同的职业 做了一个频数分布 让我们发现水产一类的工作人员 他的发病时间叫其他一类的要找 北京市疾控中心和国家疾控 联合调查组又对市场的很多地方进行了采样 环境采样 这种环境采样在不同的地面 不同的物品 采样的结果和病例的结果 你把它放在一起来分析 又发现了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 还是在水产内那个大厅 叫牛羊肉大厅 又水产又有牛羊肉 这就让我们又想起了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去年年底 当时报不免云烟肺炎在武汉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也是 叫武汉 划了海鲜市场 那么当时呢 怀疑海市场啊 卖野生动物 毛头呢 就 方向呢 就怀疑是野生动物 那么这样一个调查 它野生动物的地方 和海鲜也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北京的这样一个结果 联系到武汉的这结果 它对我们解开这个谜呢 提供了新的方向 就是为什么会在海鲜市场 这样一个地方 会产生一个可能的传染的源头 那么我们初步的分析呢 可能有这个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啊 那海鲜一类的 它会涉及到呢 水啊 冰冻啊 有些冰冻的这个产品 它温度比较低 那么温度低 比较适合呢 冰毒成火 再加上呢 这些地方的湿度大 那么这只是呢 这个可能的解释原因